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代表南部妇女来做总统参选人的提问 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提名的乌龙事件 还有性侵害的恐龙法官判决事件 那我这边有三个问题来请问我们三位总统参选人 如果你成为未来的选民总统 你的意见如何 一 你将如何建立司法体系的性别意识 还有性别明显度 才能使法官做出符合性别正义的司法判决 第二个 如果有一些恐龙法官不试任你如何建立他们的退场机制 第三个 就是说我们的大法官审件的时候 你怎么建立有性别正义 而且又能够符合大众期待的审件制度 还有呢 审件标准 以上提问 谢谢各位 好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最近在新闻报道当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刚才这位提问人呢 她是台南市的女性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邱美月 她所关心的是关于司法改革 她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呢 就是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司法体系的性别意识 还有性别敏感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最近常说的所谓的恐龙法官 他们的一个退场机制 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您成为总统的话 要如何建立符合性别正义 而且呢 是符合大众期待的审件制度 甚至是标准 那么这个问题我要请蔡一文女士来进行回答 三分钟的时间 请开始 谢谢主持人 这是一个我们司法制度里面 一个长久所累积出来的一个问题 而具体的呈现在这一次我们大法官的提名的过程当中 也在我们的法官所做的这个判决里面 引起这个社会很大的不同的这种反应 那我们在这个法学的教育的过程中 是长久以来台湾社会一个非常关切的事情 那司法改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台湾民主化以后 就维持我们台湾社会的基本的公平正义 跟社会的次序 对于弱势者最后一道的保护 就是司法制度 如果司法制度没有办法 发挥它应该有的独立的功能 专专业的功能 公平正义的保护者的话 这个社会 这个民主社会 将会变成是一个没有强力资助的 资助的这个民主社会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司法的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这将是我优先要改革的事情 那法学的养成的教育 是一个我们在看我们今天 很多的司法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所在 我们的很多的法学的教育过程 过度集中在理论 对于实际的案例 跟社会现象的讨论过少 造成我们的法官在养成的过程中 对于社会的很多的变化 跟社会所关注的意气 他的关照不足 他的敏感度不足 所以我们在法学的教育里面 对于人权 对于性别意识 对于很多社会关注的议题 都要加进去 让我们的养成的过程 能够让这个法官 能够跟社会能够接轨 第二个讲到退场机制的问题 主要的还是在评鉴的机制 这个评鉴必须是实质的评鉴 而且必须要有民间跟专业的团体的加入 让我们这个评鉴 变成是有实质的评鉴 那我也非常赞同这个法官法 能够将我们的评鉴机制 能够做一个社会 大家所共同可以接受的 有效的评鉴机制 让我们的法官 不适任的法官可以退场 审判品质 如果说我们社会一直来不及 一时之间没有专业的法 全部有一个足够的专业的法官 来审判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专业法庭 来集中我们的专业 来让我们的审判的品质 能够在短期间提升 那法官的提名 最大的问题 就是提名的过程没有透明 也没有做专业的审查 将来我们的提名过程一定是透明 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专业团体 有足够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大家共同一起来提名大法官